電遣症的症狀表現 我們幾個時候 後續的診斷 一開始的症狀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大家如果 聽到電遣不知道 各位 腦海中的 畫面是什麼 就是我們 我在Google上直接說 電遣出現第一頁的內容 大家可以跟自己 然後還有一種異常 對照一下 應該就是這一些 大家會看到 有的 然後 四肢 抽出 頭子 然後 雙眼上吊 意識不清 大家最習慣看到的是這個 那如果萬一發生了 我們會 維持他的呼吸道 那是二 那等他電遣過 那如果電遣發過的時間太久 他又會需要 然後 用一些藥物處理 讓他的電遣 正經下來這樣 那如果大家 在我彭幕上查 心理物診 你們大家對 心理物診 講到這個字的時候 腦海中會出現什麼樣 那 大概的話就是出現 很多奇奇怪怪的心電子 然後病人的症狀 可能會有一些 胸悶 心悸 那這兩個 心理物診跟癮症 好像不太容易把這兩個 齒套在一起 那這個病人就是 發生的這個問題 這樣 腸部的癮症 它都是因為 腦部的問題 那先進可能有一些 先天性腦部的疾病 或者是後天性腦部的傷害 比如說他可能有中風或 腦出血 之後造成 腦部局部的受傷 那腦部局部受傷之後 那些腦細胞 它會在某些不特定的時間點 會異常的放電 那我們知道腦部是控制 包括網民的意識 然後各個神經的功能 肢體的狀況 那樣子 所以癲症 當然腦部不自然放電的時候 病人可能就會發生 剛剛講的 肢體抽搐 衣食不清等等這些 那就幫我們常做癲症病 應該是長這樣子 心中最常見大發作的癲症 就是肢體抽搐 口吐開末 眼睛傷掉 衣食不清 當然癲症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樣子 它有可能只有單手 單側肢 甚至於手腳都沒有抽搐 就直接衣食分離 這個也有 但是相對上比較少見 大家比較常見的 電視上有在演的 應該就是長這個樣子 叫做癲症 那面對癲症的病人 在醫療上 第一個我們會去做診斷 所以會去檢查他的腦部 會做一些電腦斷情 或是公正 我們會做腦部 然後看他腦部放電的狀況 他治療上通常都會需要用一些抗癲症的藥物 那抗癲症的藥物 常常一吃就要吃藤酒 甚至要吃一輩子 有時候會嘗試著在吃的過程中慢慢把藥物往下降 但是能夠真正把電腦藥物停止的病 其實不多 有時候還是要維持一些低劑量 運氣不好的一個人長期都要吃一些高劑量的電腦用藥物 但是電腦用藥它的作用緊轉是作用在腦部的細胞 所以電腦它會讓腦部細胞的症很方便 那大部分的用藥就是去抑制腦部的活性 那你就抑制腦部的活動之後 長期用這些藥物之後 多少會影響到我們平常的意識的狀態 或者是進退、應退等等這些療線這樣 那所以這些病患在長期用藥成功 他可能生活會受到影響 工作會受到影響 那甚至有的人 因為這個電腦是不會不特定實現發作 他會害怕比如說他現在開車出去 會不會在車上突然發生電腦發生疾問 或者是他去上山下來 他會不會在海裡面突然發生電腦 那可能他會有生命危險 他才會害怕 雖然發作的時間通常不會過彎 幾個月甚至於一兩次這樣 但對這些人來說這個是一個心靈不斷 九二九隻之後他的身會會退縮 甚至會發生一些身心精神方面的疾患 那如果說他的癲癇 其實只是因為腦部不正常的狀電 那他就不需要長期用這些藥物 那我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前一陣子 就是在我們急診室看到的Case裡面 這是一個大概七十歲左右的男性 那慢性病只有高血 長期有在吃高血還有用療 那他是因為在前一晚 因為發燒 他在某個地區院 他在那邊整段是被癌 然後把他收到病房進院這樣 結果在隔天住院的晚上 他就發生像癲癇的動作 就四肢抽搐 然後頭是白膜 那意識不清這樣 那所以那間地區院 他當下沒有神經科醫師啊 所以指班醫師 就想說把他轉到病院來處理這樣 所以就把他轉過到病院 那轉過來之後 當然就會經過計程室 在計程室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還是先照一般發燒的處理 先做一些檢查這樣 那檢查上的話 抽血包大概就只有白血球比較偏高 那一開始有做一張心電 因為這個住院患者 我們基本的心電都會做 那一張心電乳 其實看起來沒有看到什麼特別的異常這樣 所以就想說 那就先注意好 就在病房那邊等著要出院的時候 結果還沒上去的時候 他就在急診室發生那一次電解 就是剛講的他就抽出一個 意思會不會 那可是他不太一樣的是 當他罵出的時候我們過去看他 家屬會先彈他 然後布宜師也在旁邊 他們過去看他 結果他 我記得過去看他的時候 他就剩下 一點點肢體的動作 然後就停了 停了之後 人就醒過來 那醒過來就問阿伯問他媽 他為什麼不舒服 人家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醒過來說他也沒有什麼聲音的不適 那這個我們一般看到癲癇的太陽 我們一般看到癲癇 如果抽出的動作越大 發作時間越長 通常表示他腦部礦電越厲害 這個人會伴隨 癲癲之後 意識的不清 就是他需要一些時間 才能夠回到正常狀況 有時候可能需要幾分鐘 甚至需要幾個小時都有 他不會馬上清醒過來 立刻可以對答 可以跟我聊一天 這樣子 他就覺得很奇怪 好像不是那麼嚇死癲癲癲癲癲癲癲 那所以 就幫他 在急診室裝了這個 信念頭監視器 他說想說 會不會是心臟關係 發生過 這樣 結果這個就是他 運氣不錯的地方 他剛好還沒有上病房 結果在要上病房的時候 還有第二次發展 就發生一起墊症 那這個信念頭不是他的 但是類似 人家發作到時候 看到信念頭上面出現 心跳幾乎完全停掉 停得幾秒鐘 那 心跳停掉之後 發生 trえる 那這個應該就是因為 信預酷不好造成 所以 當下診斷就改變了 他就不是受腦神經內科 他就改去心臟內的處理 後來這個病人診斷 有一個叫病痘症或者診斷 他是因為 在心臟裡面 有一個 痘綁節 那個地方 有功能 可能因為老化退化 失去了 原本應該要讓心臟跳動的功能 所以他有時候會忘記自己要工作 他忘記自己要工作的時候 心臟在短時間 就會停掉 他停掉的時候 就會突然 出現意識喪失的情形 那這個治療上後來住院之後就幫他放了一個 永久性的心臟解離器 他放了他當然就神秘出院 之後目前看起來最重很不錯 那這種診療診誘發的癲癇 在醫療上其實是有 專有名詞 他叫阿蘭豆腐的形容 他是有兩個人的霸氣 亞當斯跟斯波特斯 他發現了這個症候群 所以 用他名字作命 這樣 他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他是類似癲癲癲的 民調症狀 但是實際上他是有心臟 心率不整發生 類似癲癲的動作 那為什麼心律不診會發生 類似像癲癲的動作 我們剛剛講過癲癲就是因為 然後細胞不正常放癲 造成肢體抽搐 但是當人在心律不診的時候 不管是心跳過快 還是心跳過慢的時候 心臟沒有辦法跟平常一樣 正常的把血流打出來 他的血流量會下降 那心臟打出來血流量下降之後 當然打到身體各個器官的血流量不夠 那打到腦部的血流量不夠 所以這時候在腦部來說 他會造成一個管站性缺血的血清 有點類似狀況 就是他一瞬間血流打不到腦部 腦部可能會有幾秒鐘的缺血 那腦部基本上缺血就會出現 各種神經血的症狀出來 最常見就是會 整個瞬間會昏暈泉 意識不清 那這個比較少見就是 有些人在意識不清的時候 腦腳會出現 就是他腦在缺氧的時候 腦部也開始放癲 所以就有點類似邊血的表現 那這個是比較少見 大部分的病人應該是 在瞬間虛擬不診的時候 腦會昏倒 然後肌腦中會醒過來 比較 真的是比較常見 那通常 不管是心跳過快 還是心跳過慢 都可能會發生 這一種問題 那心跳過快 我們臨床上 大部分是要快到 一分鐘一百五十下以上 才會發生 這樣子的症狀 如果你是 比如說運動過 或那個心跳一分鐘一百二一百三 其實不會有 這麼嚴重的情形 要快到一百五十下以上 才會這樣子 那 比如說 像是上面這個 這個是心房慢動 那這個是 心室水平脈 那這種 心跳跳得很快的時候 它有點 類似於 水龍頭的水 一滴一滴 因為 它心跳快速的 在跳的時候 有點類似在鼓蹦 它沒有辦法正常收縮 所以它打出來的血流就是 糾結糾結 一小滴一小滴這樣 有點類似水龍頭的水 流不太出來 所以就會造成 腦部的血流下降 它會造成類似 發生 這樣子 那心跳太慢 也會發生 那心跳太慢就是 心臟收縮功能是OK的 但是它的數量太少 所以打出來也有功 所以這有點像是 水龍頭的功能是正常的 但是流量太小了 那太小的時候也會造成 腦部的缺氧 至於不正常的痛點 那上面這個就是 共病人的樣子 它是運動症候群 就是它在一段的時間 心臟忘記要這麼猛 那這段時間就會出現離場 現在這個是 呃 完全型的房式主觀 這個是心跳很慢 這看起來大概 九二十多下的心跳 如果這種情況 也是會發生 異色喪失 那可是這種疾病 不容易診斷出來 另外是它 大家習慣這樣 看到有人自己抽搐 五百米 就會往神經科去做檢查 但是 神經科 因為你看你就走錯方向 所以神經科可能 找不太到病因是什麼 那再來就是 當它在發生的方向 它只有在發生那一瞬間 你去抓心臉 你抓得到 等到 它過了那個時間 你再做心臉 都是正常 它只有在那一瞬間 心臉不整的時候 抓得到 所以很難 然後往後來幾點次 我們會抓到心臉 可是 常常來就 很多正常 它通通沒有出 所以你也抓不到 特別的問題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嘗試的 用這個 二十四小時的心臉 它帶了一個機器回家 觀察二十四小時 那這也是一個問題 大家想 如果在這二十四小時內 它沒有發生 它就沒有 你就抓不到 那如果一起來 那二十四小時內 剛好又發生一次 就是 醫師喪失 那現在就抓到 這樣很多做缺德 我這又有人 欸 飛了兩三次二四小時 現在都抓不到地 那運氣不錯 是現在大家都有一個 一個智慧型 手錶或智慧型神 現在一開始有些病人 會因為 這個手錶的警示 來看醫生 那手錶會去記載 它可能會有短時間 發生的行為 不過這個 畢竟在醫療上 還沒有 就是這些 智慧型雙置的 能力到什麼程度 醫療上還沒有被印證 所以對我們來說 也只能當作參考 那參考 我們還是會需要 用我們真正的醫療 儀器 像心臉主 或是刺耳心臉主 來做確診 才能開始治療 沒辦法說 單靠一個智慧型手錶 就跟你做治療 那所以 真正能夠即時抓到的病 其實有很多 那通常心臉不整 大家都有什麼症狀 最常見就是 匯覺心悸 不管是心跳跳很快 還是心跳跳很慢 它可能會造成胸痕 頭暈 那嚴重的就是肝臉 會暈絕 抽出 那最嚴重的會猝死 它為什麼會猝死 剛剛如果像 心跳停止 它如果停止個5秒10秒 這個血液倒 那它如果停止1分鐘 嚴重停止1分鐘 2分鐘3分鐘 那就死了 它死了之後 就是瞬間心跳停止 它會去到CPR 它如果有一個人 還能夠幫它急救 那就出事了 所以它如果第一時間 就是 它可能發作好幾次 但是都沒有診斷出來 那或許有一次 它明顯沒那麼好 沒辦法在心跳中 不會影響 治癒時間太長 讓人就 生命都可以用 那運氣好 如果能夠發現的話 治療方式很多 所以最常是用藥物治療 心跳過快心跳過 你就可以用藥物 可以強次去矯正它的行律 那你有一些 物理方面的治療 比如說像這個是 心跳過快的時候 我們可以 過過心跳感的方式去做電燒 然後 旁邊這個是 心臟血液器 心臟血液器 在心臟過慢的時候 它可以幫忙心跳跳得更快 在心臟過快的時候 它可以做電營 把心臟 讓它能靜下來 讓它回復正常性 所以這是目前有辦法 控制這個心臟不整 發生 陰血的變血 治療方式 所以在這邊 最後 就跟民眾合理一下 如果 偶爾會發生 心肌胸悶 頭暈 暈覺抽搐的狀況 或是偶爾 偶爾 你自己在測量 心跳的時候 超過150下 或是不到50下 包括說你的智慧型手 或是你自己在監測血壓 血氧 無意間發現了 或者是說你的電線 一直找得到確切 不放電的一般 原因 那這個時候 必須找醫生看 那找什麼醫生 如果在症狀發生的當下 要馬上看急診 因為只有急診 可以當下 立刻把你做檢查 才有機會抓到這個問題 那如果你 過了這些症狀 已經恢復正常了 你可以考慮去找 心臟療症 那你就要做這個 4小時的經驗 看有沒有機會 抓到這個問題 那今天 大家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